很多人去美國的時候 當時會想完蛋 朋友見不到啦 在飛機上我當時在想 我吃不到 我吃到肉丸 菜包 貢丸湯 台灣的一些小食都吃不到 還有我最愛吃的是石頭火鍋 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多麻辣鍋 沒有這麼多吃到飽 都是兒時美麗的 其實很棒 到了美國第一次有機會可以回到台灣 其實很多人是不回台灣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很多朋友 暑假的時候打風 根本就去party 要去納斯維格 好玩的不都有 對 可是我一個人 買了機票 我自己打過份 堅持要回來台灣吃台灣 我們每天朝食夢想在那邊美食 當時我回台灣以後 這些小食都吃過 各大夜市都吃過 但是那時候正紅的是 石頭火鍋和沙茶火鍋吃到飽 但是呢 我離開台灣就已經畢業了 所以我沒有任何的朋友可以聯絡 我是一個人回台灣 所以我就一個人 去吃吃到飽的石頭火鍋 他不是小份 他那時候沒有小份的火鍋 我們一人沒有 是大鍋的 一個人去吃 然後店員那個小姐們都看了 這個人太起 沒有我覺得我一個人吃太無聊 所以我先去 那時候還有漫畫玩 我去買一系列的漫畫 然後到那個火鍋店 我一個人一個座位這樣 沒有別人就我一個人 我是吃到飽的 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大學一年級 大學 打工存錢 第一張機票就兩次 就一整系列漫畫在那邊 一整整吃起來 從12點半進去 我吃到下午3點 然後慢慢這樣吃 一直把所有人慢慢加一次 吃一吃 所以我覺得當時他們看我的眼神 是覺得說 這是來吃垮他們店裡 因為大家都是合家來吃 就是我一個人吃 然後後來養成這個習慣以後 我腦中就有一個美食地圖 我開車去上通告 你知道今天是去什麼 比如說在附近 啊 我開車來通告 我就想啊 這附近有一個什麼 一個菜包 然後吃完菜 後面還有一個豬血糕 豆腐 豆開了 進去然後再買這個豬血糕 所以我去工作之前